为了在市区进行管线新设工程 自来水公司第一区管理处表示 将在8月6号星期天晚上10点开始 停水到8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 影响范围有中正区、信义区、仁爱区、中山区、安乐区 会采取高地停水、平地降压的方式 提醒市民朋友及早储水备用 自来水公司为了要强化我们基隆市中正区 信义区的供水稳定 预定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 也就是8月6号晚上的10点 到8月7号的晚上9点 总共23个小时要做一个新旧管的联络 停水期间请用户储水备用 也把抽水机的电源把它关掉 避免马达烧坏掉 这个工程当初新办的缘由 是为了要加强我们基隆市中正区 跟信义区的供水韧性 那去年因为干旱的关系 那供疗双吸的水源不足 那造成短时期的中正区、信义区的高地的用水 那有不足的现象 那我们为了要改善这个供水韧性 所以我们就埋设了这一个中一路的砖管 当供疗双吸的水 水源不足的时候 就可以运用我们水库的库存水 来支援我们中正区跟信义区的用水的需求 水公司表示这条管线工程完工后 可加强未来中正区、信义区的供水稳定 这次停水的详细资讯 也欢迎上自来水公司网站查询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